哈喽各位观众老人们大大早上 中文化玩家好 我是郭吉姐说 郭德吉 那今天这一场的话 正宗的老年对决 有老男人撒扣对阵 老年散步型选手锦黄 对吧 锦黄现在玩的这个将军 特别像什么 就像一个中年人 然后突然失业了 然后双手环抱 走在这个人才市场里面 一个个展位看过来 惆怅满志 对吧 心里想的上有老下有小 但是工作又找不到 没有一份合适的工作 非常的焦虑 只能在那边散步 那今天这场的话 将是一个将军对阵 迈奈特的一个对决 将军打迈奈特 这个对决呢 确实将军是可归可攻的 可以猛冲 也可以归 但我现在的话 更加倾向于多冲一冲 因为我发现 自从去年看完 这个锦黄跟Justin Wong打 我们发现将军要归迈奈特 可能真就没什么太大的机会 不过这个版本有一点好 至少迈奈特的防守能力 没有上我们个版本这么强 所以归一下的话 应该还是可以归到55开的 至少这个版本的话 比上个要好打 那么接下来就要看这个对决了 锦黄这边是重拳加VS 在剪刀脚继续蹭 那在这边是魔血的打法 然后又开始了他的散步 基本上要主动进攻 这个是不可能的 锦黄即便说我这个角色很难对空 但我还是会很坚定的 去等着这个Sako过来 然后Sako一过来就命中 Sako在这边是连续的跳入成功 锦黄在这边对空也不太好做 因为对手的这个跳入的距离 非常的远 他要做截空的话是不太好做的 截不到 现在锦黄又开始蹲住了 VS这边想用重拳去抓对手 想太多了 对手一找直接踩中以后 这一下是距离刚刚留好 下周年要把VD开了 锦黄表示我要进攻 这边电钻拼到一击相杀 但相杀以后呢 由于飞的有点高 本来的话落地应该是可以 再接一个什么东西的 拼到相杀的这个将军的话 落地后手接一个重的烧火 可以带上很多的伤害 这边想捷空又被Sako先点掉了 锦黄在这边没有归住什么东西了 但是他的打法不得不说是非常的稳健 这边是烧了一个自己的能量 被对手的一发能量同样的抵消掉 那锦黄这边是不好意思 在用自己的能量去攻的 时间已经不是很多 飞过去 然后这里选择强拆一下 这一下应该暴倒了 再压 不要让对手把VT打出来 再压 中拳 哎呀被对手跑出来 这一下的话要拆起来了 一发投 投完以后血量还有一点领先 不过 在这边 锦黄选择 这 这中了一个球 太伤了在天上飞 那锦黄在这里盘算盘打的是不错 在天上想利用自己的无敌时间把这一秒钟耗了 没想到落地的时候对手的这一个球阴到了自己 非常的不舒服 迈奈特就是球多 对不对 女人球多 来了 这现在已经是第二灯了 下中脚摸中以后 EX拉回来 镜黄在这里又蹲住了 在这里蹲住确实可以的 因为毕竟在这个点上面有个剪刀脚 他有个威慑 对吧 高手的对决当中 有时候不用出招 他那个剪刀脚 别人这脑海中就觉得 这剪刀脚已经打在了我身上 然后这下两个人就在脑内就开始了对战 所以这个对战很多时候 打到后来就会变成这种样子 双方在脑内就已经把这个对局划上了据点了 现在镜黄那边有VT了 应该接下来就是很直白的一发中脚铲过去 就把这个VT开了 他到底开不开 开开一啥 啊 镜黄这边刚要开 又被对手踩中了 那现在镜黄这里选择是用EXR8把位置换出来了 强开 这里有个鸭板 然后中圈EX烧火 轻角还抢中 可以 哇 镜黄挨打了一整局 然后反抗了一下 最后还是白给掉了 镜黄如果接下来继续这么打的话 我觉得他应该很难打得过Sako Sako的中盘的力回方面 肯定是要比镜黄那边做得要好的 因为他能够做的事情是比张军要多的 当地那边所有的进攻 只要一旦打完一个波 或者打完一个剪刀脚 后面就没有东西了 所以他是没有办法去跟迈奈特 持续的打一个压制的 这也是镜黄为什么要在这个对军当中不主动打过去的一个原因 我自己也仔细分析过 就是这么回事 自己打迈奈特的时候也需要非常耐心 如果拼命的冲过去的话 很容易被迈奈特一波直的就打死了 走到脸上一直选择防守 警方在这里 也真的是有点太过于相信自己的防守了 真的是对手 可是神之手Sako 你要防住他的进攻还是蛮难的 他在当中的进攻节奏变化会非常的多 反手拉回一个头 投完以后缠过去把VT交了 交了以后中拳摸中了 可以 这一下没有选择VT 这一下VT用的话电弹转出去 那就把自己丢进版边了 显然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现在ProBREX是把自己的VT留在上上 加重要把VT开了 再一脚缠过去了 连续压两下 然后这一下走一个逆向 全都防住了 现在大家对于这些套路还是有提前防范的 见了太多了 都知道提前拉一下反防 第二发EX波 那这样没有能量了 把自己的VT也交掉了 最后对手流了这么一丝血 最后这里Sako选择了起跳 想去抓一下ProBREX的后后 但是ProBREX直接伸出了自己的中角 其实这里胆子还蛮大的 因为Sako刚才只要按一下清攻击的话 那景黄这里就又要被压了 连续的牵制 然后一脚踩过来以后 这一下VS是可以打一个缺反 Sako在这边是卖了一个比较大的破绽 下转要继续摸 中拳然后剪刀角过去 接下来就是埃泽 剪刀角打完以后如果距离比较近的话 Sako这边可以有100种的进攻方式 可以慢慢的跟景黄搞 直接前冲 然后两下前攻击 确认一个烧火 这一下 哎 景黄这里以为自己偷到真的 直接选择打了一个占中拳 但很可惜 并没有 现在能量快满了 景黄这边手上有VT的情况下是可以直接带入一发C的 他没有选择开V 用VR交出去 对手手上有C 万一被对手修正到的话 有可能会出事 这边对手会怎么办 景黄这里也心虚 不敢直接压 哎 Sako这边这里选择发了发VS 去弹景黄 那在这里是被交代掉了 其实起身都没有压到 那景黄这边其实还是蛮危险的 他其实心里也虚 他看到那个 Sako这边三个能量 想了一下我还是不压起身了 直接选择一个延迟的拆头 稳一点比较好 好了 现在比分是1比1了 两位老年选手终于是将比赛打入了第三局 这个也是意料之中 看一下景黄在这边 继续在他的有利位置 慢慢的找机会戳剪刀脚 但这一发剪刀脚戳出去呢 就宣告了一次进攻的结束 他的剪刀脚最好 最好就是脚的尖端蹭到别人一下 蹭到别人一下 那个距离是最舒服的 但其实打迈奈特也没那么舒服 迈奈特的轻攻击 是抢得过将军的这个中角 所以将军这边其实 也没有什么太大作用 就当是魔血 引爆一下 然后往前突 继续留出距离 将军这边拉的后 可以 这一下躲过了萨扣的一发滑铲 是直接还了一下 接下来又要开始开V了 这边选择中拳的TC 一波打过去 对手是躲开了这一发滑铲 直接打出了一个大缺反 将军的这个下中角 成也滑铲 败也滑铲 很多时候就是一念之差 这个滑铲出去了 对手跳还是没跳 没跳的话 肯定猜一猜 啊跳的话呢就凉了 剪刀角继续消耗 这边血量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了 这一放倒 然后择住一下 哎这里 这里可以啊 这VT直接带CA 真的假的 你按道理来说 刚才那个点上面应该是留一下VT 然后再打一波 打穿 用VT 择个逆向 带个CA什么的都可以 哎 喂 完了 警方在这里是不想把这一灯放出去 所以把自己的资源全都交出去了 但感觉交了又 交三个资源又不太好的感觉 我个人觉得 其实刚才的话按道来说是 捡到点放倒了 然后再过去再压一下 然后如果摸中的话再带个VT 一个CA就可以直接收走Sarco 但是他并没有这么做 下重点要把VT交了 冲过去 中拳摸中 但是摸中后面距离比较远 没东西可以跟 警方这边也是比较奥的 哎 接一下 接下踩中是比较拼了 不过这一下有缺反 摸到一下轻攻击 EX剪刀脚直接回来 警方拉节奏了 速度要提速了 再往前拖 反手拉回来一个头 接下来会怎么猜 选择一个中拳拍一下 EX剪刀脚再追 普通投 投完最后一点血量 警方这边继续用自己的手 不断的去蹭对手 哪怕是打掉你一些白血也好 但是现在这个VT来了 这VT来了 没的智慧 警方 哎 警方你为什么 啊 警方 警方已经防住了 这个愣住了 换我这个时候 肯定你噼里啪啦 在那边轻攻击 中攻击有什么按什么了 不管了 警方在那边突然愣住了 那VR都已经把距离位置拉开了 现在中角踢起来 这种时候不要想太多 雪踢 踢开对手 然后再重新找机会 那还在对手面前的话 很容易被对手折的 因为那个球在自己的背后 对吧 踢开对手往后跳 跑开 警方在这里突然愣住 我也没想明白 好了那今天这场比赛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视频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视频